OK 大家先不要擔心 因為你們真的沒有走錯棚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像走錯棚 因為今天的主播 主播隨堂考 他們要來考我做菜 因為做菜完全是我本人的一大 大罩門 我真的不會 我可能連切這個都有障礙 所以我就覺得很緊張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做呢 就是因為我們下一段的娛樂騷話題 我們要來討論韓國的國民媽媽們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挑戰看看 要怎麼做這個韓式的涼拌小黃瓜 好 先深呼吸 好 先切 先切 因為剛剛工作人員有跟我說要去頭 好 先去頭 先切太多 這樣頭切太多了是不是 有點浪費啦 宇婷 這種人會被阿嬤罵的那種情況 應該會喔 我會不會是擊破完架不出去 然後蒜頭呢 如果喜歡吃重口味的一樣也是一把 我是覺得蒜頭可以全下 好酷喔 對 不能像什麼地獄廚房 對 有一點喔 那張慧珍她卻是在就是畢業之後 才接到一部電影 可是就是在她整個 就是沒有任何邀約早上門就是 突然想到我以前的故事 沒有任何邀約早上門的時候 她整個大受打擊 她還去打工欸 我也去打工欸 她還去就是百貨公司跟便利商店 超市超市 就是打工 然後她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聽說她的業績還不錯 所以還有被挖腳欸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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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